电子琴谈的有声有色 拥有讲好身材跟甜美外型 詹小姐今年刚从美容系毕业 原本打算找份工作圆梦 却难上加难 找不到就是可能薪水比较高的工作 主机处公布最新7月失业率3.82% 比6月份上升0.11个百分点 其中15到24岁的青年 失业率高达12.28% 高出平均值4倍 凸显青年的求职困境 主要是受到应届毕业生 投入薪资行列的一个影响 虽然1到7月失业率 都是15年来的同期新低 但今年经常性薪资为37,472元 竟然不如2000年的37,833元 薪资水准倒退15年 虽然是比上个月上升0.11 但是比上年同月是下降0.2个 显示目前是还没有说 一个很明显的变化 是属于季节性变动的一个因素 我是找了两个月一两个月 屡立东的一生时辰大海 就连国立大学硕士毕业生 竟然也迟迟找不到工作 以往照有优势的高学历 如今也不等于就业保障 我会蛮在意薪水 跟公司那个产业发展性 想找到自己理想的 因为我自己的目标是 上线设比较高 对 所以可能想找到理想来是比较困难 新鲜人嫌低薪 厂商不加薪 劳资差距越来越大 看来毕业就是失业 恐怕不是说说而已 东森 财经营寻 张家讯 潘玉泉 台北报导